有一名家住沿海的网友来信说,他们村里的渔船在海里拖网时,捞出一个带着小翅膀的,有点像航空鱼雷的东西,但里面没有爆炸物,甚至没有螺旋桨或任何推进器,打捞回来后,当地武装部就将其收走,说这是一个间谍潜水器。 于是,好奇的网友想知道,这个奇怪的潜水器是怎样从公海潜航到我国领海的,如果它想转弯,又该如何控制呢? 网友描述的这种潜水器,在我国领海经常被各种渔网捞到,一般是用来收集洋流、海底地形和一些重要损文数据的间谍装置。 它还有一个高大上的名字,叫做水下滑翔机,所以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这种水下滑翔机的工作原理,看完后你还可以花180元自制一个,用来消暑玩水,其乐无穷。 这个潜航器的外观就是一个头部圆顿的圆柱体,通常在机身或尾部有一副小机翼,一面是固定的,上面也没有多面,因此从外观看它似乎无法获得任何推进力。 但如果放进水里,潜水器的浮力中心位于重心后方,让身体形成绕重心旋转的低头力矩。 所以,潜水器下沉时处于低头姿态,此时机翼受到自下而上的水流动压,产生了指向前上方的推力。 其中,向上的分力形成阻力,减缓下潜的速度,而向前的分力就是滑翔机前进的推力。 在这个推力作用下,下潜轨迹变成了指向前下方。 此时,机身仍然和前进方向保持正迎角,因此机翼的下表面会持续述到从前下方而来的水流动压,产生持续的推力。 到达海底或设定深度后,潜航器的头部便会排出一些水,让头部浮力增加的同时,使浮力中心又移动到重心的前面。 于是,浮力又让身体形成绕重心旋转的抬头力矩,此时潜水器抬头上浮。 机翼上表面又受到自上而下的水流动压,形成指向前下方的推力,竖直方向的分力,用来减缓上浮速度。 水平方向的分力则继续推动滑翔机前进,所以运动轨迹指向前上方。 同时,身体与运动方向保持复影角,让机翼的上表面继续受到从前上方而来的水流动压,形成持续的推动力。 到达水面后,头部又再次吸水,于是重心前移,扶心后移,进行第二次循环。 可见,只要让滑翔机的头部在到达海面时吸水,到达海底时排水,就能持续推进它前进。 所以,这种潜航器工作起来十分省电,能够常年累月,无声无息地在别人的领海里转悠。 根据这一原理,航海模型爱好者们将三个注射器固定在密封管子的头部。 三个注射器中间有一根裸杆,上面拧着一个裸母,该裸母和注射器的活塞手柄连接。 当马达带着裸杆旋转时,裸母就会带动活塞手柄前后运动,让注射器从管子外面吸水或排水。 这就是潜航器的核心部件,把它装进带小翅膀的密封外壳里,就是一个水下滑翔机。 控制的方法也很简单,自制一个重力开关,只要身体变成水平,就接通电源让裸杆旋转,完成吸水或排水。 一旦身体倾斜,开关里的小球滚动到一侧,就断开电源等待滑翔机再次恢复水平。 转弯的方法则是让装着干电池的较重部分在外壳里旋转,使重心向侧面偏移。 这样,滑翔机下沉前进时,机翼的推力就会让身体向重心偏移的一侧旋转。 于是,推力也偏向了这一侧,形成滑翔机转弯的向心力。 而上浮前进时,由于推力会让身体向重心偏移的反方向倾斜,导致重心右偏时,机身向左转弯。 因此,重心偏移的方向会和下潜时相反。 转弯的功能是通过舵机带动电池舱旋转来实现的,是它唯一需要遥控的地方。 同时,优雅的水下滑翔机也是目前为数不多的,只用几节干电池就能在游泳池里航行一整天的模型。 所以,来信的网友,如果你驾的船下次也捞到水下滑翔机, 记得请求解放军叔叔拆掉里面的电子设备后,再把外壳还给你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